像911的时候 像南亚海啸的时候 不管你今天是做大功德主 还是最基本的发心 给各位都是同样 似乎最大的本愿 是希望众生人人都有机会报恩 人人都有机会 跟祂的冤亲在主 解冤解业 人人都可以拿三业亲近 三业圆满 那三业 家业 孩子如果不乖 你跟他说你多正正 媳妇如果对人走 你跟他说你多放心 我们的家业 家安 宅籍 全家人的健康 还有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叫做世间的福报 如果你世间的福报不够 明明预算今年可以有多少钱的收入 可以领个退休金 可以领个税末的一个老板的过年的红包 哪里知道呢 十二月寒倒闭 一毛你也拿不到 当你的孩子 你的先生 你的福报不具足的时候 你的家业 事业 没有办法让你安心的时候 怎么办 还有一个叫做置业 像我 我常常都觉得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跟他做打客用 还是跟你们打客用 真的 当我去世大名山的时候 当我觉得这个师父是这么的仁慈 当我那时候亲近他 他不善于言辞 可是都用他的真心 用他的慈悲 在灌溉每一个众生的时候 我发愿尽行受 献生命 一子三宝 跟随观音菩萨 实践观音菩萨 曾经有一个执事告诉我 阿雪是姐 你那人热情不减 因为我清楚 我的志业 是贯穿了新道法师的志业 既然我受证做一个委员 我那时候的叫做委员的圣职 我今天穿来这套委员的制服 我就要依止 我们这套委员的精神 叫做四鸿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所以哪里会累 都要好好的 我来分享 我所有的分享是带着感恩 为什么 所有的资料 都不是我阿雪 所有的资料是因为 山上有一个这么棒的团队 有师父的发心发愿 后来由法师们 做了时间与空间的运转 更要感恩 有三宝 梁武帝 保治残尸的遗轨 也感恩我自己 感恩我的家人呢 能够让我真的 随心所欲的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付词 所以我是带着感恩的心 今天我阿雪 我跟我讲 我跟我分享 各位都不是我的 我叫做鹦鹉学讲话 我只是把师父呢 给我的现成的东西 我来分享各位 哪里会辛苦 当我在陈述的时候 我又再次的 复习一次 你若不来 大家若没发心这个港 等我阿雪没外交 所以各位 记住一句话 师父的好 是要我们弟子去宣扬 他的慈悲 去分享水路的慈悲 我们的好不是真来的 我们的好 是要有家人肯定 是要有别人说阿雪好 我才会好 所以你看 在林九山这个平台多棒呀 无理婚里有钱无钱 只要三个叫做我愿意 我愿意 依教奉行 谁都可以 所以哪里说会疲 会疲劳 我经常收一百户 都开车 开车 很可怕收一百户 我到现在 还是如实的服务 为了我们山上东安居 我们聚会认了一个 上堂大灾 我就在想 我就在看 我告诉我的孩子 嘉欣啊 你现在当厨委了 你要邀约你的同事 来栽生 哪怕一百块都功德无量 他说妈妈 我有想到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的同学都很好命 那他们也觉得我真的好命 可是我要给人家 募款都供估 我说你的爱心不够 你的功课做不够 我说嘉欣啊 没关系 赖传出去 妈妈写的那个 一百块 共生的意义 赖出去 不用花钱就可以邀约你的朋友 做功德 你告诉他 一百块可以得到 亲近的智慧 为妈妈做 让妈妈没有烦恼 一百块就是中了一个 学佛的种子 你要约他 他就欠你一笔 下一辈子他会邀约你来学佛 所以各位 供养三宝 是我们连结 生生世世 为自己造桥 也是为众生铺路 所以我的孩子 他现在做了主委 他还去邀约他的会员 我说嘉欣 你想不想 未来是在学佛 他说多么想啊 我最想 就要去邀约 平常我们的功德 都是为自己做 消灾啦 超度啦 很少想到 供养三宝 各位 三宝就是明灯 搞不好 因为你供这个生啊 山上上百位生人 不想在哪一场的供生当中 他们会正道哦 所以 供生让他们有力气修行 让他们也得到智慧 相对的 哪怕百元 我们也都连结了 无上的福田 点滴的功德 这些都是跟师父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